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相君 当时 那个韵味和鼓 一起往上推 那个机会应该对了 那我去录了 OK 阿相君 我认识他 还是得弄明白他 凌晨一点谁还能再现啊 哈喽 赵京 你应该没睡呢吧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 将军这两个字如果弹绝 他的韵白啊 念白应该怎么念 念那个叫将军吗 再问一个人 将军探三个字 如果念经剧的念白应该怎么念呢 将军探 In 2006,李游gang rose to fame on the hit CCTV show Avenue of Stars his cross-dressing performance of the song The New Drunken Beauty was an instant hit with Chinese audiences and earned him a slot on CCTV's Spring Festival Gala 李游gang's rise from obscurity to household name is an incredible success story but in recent years the renowned artist has barely been seen on stage or in public 今天我们要比较正视原来 所有在音乐出现的问题 才能够解决问题 我们由于说刚好遇见你的爆火 后来清明上和图的翻红 这两首歌之后 出现了两个状况 第一个状况就是把我们的歌 定为一个收费歌 那导致说的阅读量 点击量影响力 就直接下降 这两年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一歌火了之后 人就委托我唱很多歌 在唱的过程当中 由于说急于完成人 也就不管歌的质量了 两年之前呢 我在音乐上是极其地主动 在创作诸多的作品 但这两年 李宥杠的最重要的价格 是订阅一个新的方向 在网友的时代 更多的年轻人 会变得更加关注 在网友的流行 这帮助李宥杠的帮助 让李宥杠的帮助 他开始制作短视频 在传统的舞台上 使用了安排的照片 当这个视频发生了很多年轻人 开始以在他们的表现 和制作自己的版本 这些人 在网友的帮助 每个人都没有不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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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轻人 李宥杠的视频 李宥杠的视频 也在导致 李宥杠的视频 他认为 李宥杠的视频 练一项 李宥杠的 《白天的视频》 《黑白天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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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经历或者是艺术生涯里头 实际上现在到了一个这么一个历史基于期 那么在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回到了我们最开始的那个点 就是还是要从就是黎原和盛唐这两件事情 因为最开始咱不就是贵妃最久了 其实最后我们找到一个结合点和真正的高度 是什么呢 就是霓裳语异曲 说是通过这件事情呢 我们真正把中国传统美学的当代表达 得做出来 从我一开始立项决定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脑海当中都是这四个字 东方意见 是 之前跟其他人开会 所有人对我的想象都是说 那你做一个盛唐的东西那得老好看的 一定得把那个气势做出来 金碧辉煌做出来 我直接就已经告诉他 那不是我要做的 所以接下来我要做这个东西不是闹的 我也不去凑那个热闹 我也不要那个喧闹 这是一个审美高度的一个表达 是一个蛮有当代性的 甚至说有一些先锋性的 为了表达他的艺术计划 完整的 李伦刚和他的组织 查看了 每个节目的表演 从音乐到音乐 几次 他们的目标 是保持 确定的衣服和衣服的衣服 是正常的一般的代表 这种鞋是圆子让我们相聚 然后也让我们消散 然后希望有些东西得到这里 好,那我们直接听吧 既然幸福 故意是你 故意不是你 一方 这是蛮禅意的一首歌 但是带着戏腔 现在我还是说 强调一个东西是什么 就是说的 中国的风的歌现在很多 但烂了套 接下来再做 把水准提上来 做一个标杆 做一个标准 它会带着这个行业 整体地往上走 这首歌我清楚了 好 那我们下一首 现在的国风是一个萌扬 我很担心说 国风像一阵风的过去了 但我同时又坚信不会的 但是现在的国风还比较前显 我认为说 需要有更多 更多的人 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所以才能让国风成为一个大国之风 好 迟迟地站在局场 不肯走 我还保留下来了 所有的粉丝喊着我的名字 我就感觉好心酸好难过 招军出赛最后一场 这情景特别难忘 是在温哥华 因为我的这种艺术形势 一到国外去就会很沸腾 无论是招军出赛这个项目 在美国演出也好 在泰国参加艺术节也好 这应该是2019年的12月份 快到年末了 准备回来 回到国内之后再次寻演 但是没有想到 疫情就这样的来临了 一直就耽搁到现在 没气了 七夕还得练啊 还得练 这首歌要求声音的纯度是特别纯的了 对 尤其前面根本没有什么乐器 所有的都能听到 它不是只能音乐 这首歌要求声音的 也就是有重要的 招军 我想说这种图 我找到一个灵感 这是一层 两层 三层 比如说给它变成五层 这是一层 然后到这儿是第二层 这是第三层 第四层 底下的这样的一个层次 它也有戏曲的元素 但是我们又给它延展了 它应该是像一朵花开起来 对对对对 那我刚才想到在旋转的时候 从镜头拍出来 都会很漂亮 会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方案 这个方案的话 上面这个还是依旧是用这种云间的感觉 但这次的话 costumers draw on various regional styles to develop different designs in meetings Li Yu Gang repeatedly conveyed his vision to them the team then focus on the concept ensuring that every line of the costume used in the rainbow skirt and feathered dress dance is imbued with oriental aesthetics after meetings Li Yu Gang returns to the recording studio to focus on the music 来吧 一 二 三 好 老师咱们再来一遍 OK OK 老师我们再来一下 好 老师咱们滑着的音头 咱们再保一下啊 嗯 18年的时候 也是父亲病得最重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就往返于北京和吉林 不停地来回地奔波 那个时候就感觉说 身体透支得太厉害 一次特别重要的一个感冒 就感觉两个扁导体就起来了 就没有下去 一直到现在 我可以用很好的方法 但是未必就能够唱到最好的 最满意的那样的一种顾名位置 哪怕我的技术在进步 把扁导体割掉 原来的声音就不在了 这件事情甚至已经成为了我的一个阴影 如影随形 我原来赚的钱大多数 就是消费最大的就是做了眼镜子 可以自己穿得破破烂烂 但是我上台演出的 这些形头必须得是最好的 我是这样的一个诉求 就是这个版型啊 因为是我穿起来特别好 比如说做一身白的 黑的 或者说这种带花色的 黑白或花色蓝的 你看他的衣服 这样的一个领导 那我的路究竟是什么 其实如果说没有认真思考的话 我们星光大道都这样走下来 就是出去走学演出 然后赚一些商演的钱 然后再做歌 做传记 演出 跑通道 我会感觉这件事情 似乎不是我想要的 在读《菜根坛》里边有一句 那样的一个句子 对我影响挺大的 听敬夜之钟声唤醒 梦中之梦 观成坛之月影 窥见身外之身 我说原来说 老天注定说 让我在我的艺术当中 去扮演这样的角色 他要进行好几重的 这样的身份的转变 除了从男变成女 然后还得变成那个人物 如果说面对自己内心讲一句 我就是一个这条路上的苦行僧 我想我的人生还没有真正的 摆在所有人的面前 As the pandemic eases in China audiences are returning to theaters Li Yu Gang's stage play is also progressing As he fulfills his and his fans' dream of performing on stage What version of him will we see when the curtain eventually rises MING PAO CANAD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